上個月Fogmike訪問了幾位銀行界朋友的移英經歷 以及他們在iFast的崗位 以及他們想實現的目標 出了片之後見到很多觀眾反應很熱烈 想知道更加多 也有不少疑問 所以促成了今次Fogmike聯成iFast Global Bank 我們問iFast答的環節 今天很開心有Simon和Steve在這裡解答大家的疑難 兩位好 Hello 你好 是不是很認真 大家都是香港人所以就直接入正題 是 沒錯 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見到有網友說 其實他的問題很長 所以我們斬件這樣去處理 他先是說iFast是網上銀行 金主是中東背景 客路是東南亞、南亞中東、東歐非洲為主 不如這部分你們澄清一下 你們背景是 我們背景是新加坡 不過說到中東 我都想多些中東王子過來 現在很威風的 的確我們過去有段估計會是中東的 其實到現在我們都有一個巴林的辦公室 在巴林有辦公室 原因就是我們收購之前 其實本身收購前的銀行在中東是有業務的 做一些中東的一些回錢的業務 在那裡收購之後 其實有些業務我們就沒有去再繼續做 巴林那邊的辦公室其實我們是保留住的 有一個remitting service 其實我們也有保留住 但是除了之後 我們有更多是做個人銀行戶口 以及 Cape銀行戶口的業務 所以也都iFast Group是來自新加坡 所以你可以說 現在的資金其實是來自新加坡 他另外也都提到 存戶的錢放在那裡 隨時都一筆勾銷 其實英國存款保障 是不是真的這麼化學的呢 相信的就是英國的 存戶的存款保障制度 這是英國政府包底的一個保障 8萬5千英鎊就很公平的 那會不會只是保障在這裡的存戶呢 其實我們無論是客人本身的國籍是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銀行是在英國的 我們的戶口都是英國的 所以它是受到英國的存款保障保障住 那無論客人在我們那裡保障什麼貨幣 那六隻貨幣當然是 無論他是哪一個國籍的客人 其實都是受到這個保障保障住 所以即是他人不是在英國都是受到這個保障的 沒錯 他又看到了 吸客的門檻越低就越大危險 你們吸客全 這個吸客門檻也挺低的 是的 的而且確是很低 亦都是我們特意做到特別低的 為甚麼呢 之前我們去開展銀行門口之後 其實我們都有參考其他銀行 我們怎麼做 可能要說你要有一定金額 才給你高一點的利息 超過了5000磅 10K之後 那個利息就不存在了 那我們亦都希望 人人都可以受惠到我們給的利息 又是否一般來說 虛擬銀行 特別是英國的虛擬銀行 他們在那個存款門檻上面 都沒有特別大的要求 其實我想是的 因為我們做Market Research的時候 很多的銀行 他們的做法可能是 都不會設立一些門檻 即是一英鎊都可以開得到 反而他們那個的 可能的business planning 跟我們有些不同的 他們可能會有些月費 即是我要去到某一些 我要每個月給某一些的銀行 我才可以享受到更加多的service 或者更加好的利息 我們本身的idea 不是想要 將客人分開不同的segment 假設客人我放10元 還是放100萬 應該會享受同樣的service standard 這是我們的出發點 是不是過往 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開海外銀行戶口 本身 那些銀行的現有制度 將這些東西設定到很superior 很好很高級 那其實 反過來想 為什麼要設定到這麼高級呢 大家的目的都是想 可以很輕鬆或者很靈活地去應用到 或者去安排得到自己的財務 特別在香港都經常見到的就是 你要去到那個門檻 你才會有更高的識 你又要再放多久 你才會享受更高的識 如果你斷了就沒有了 那就是一些好跳火圈 大家好像一層一層要過三關才有個利息 那我們經常都反問自己 是不是要做得這麼複雜呢 因為可能跳火圈 那些這樣的安排 其實某程度上 是從銀行的角度出發多些 從商業的角度出發多些 就反而可能少了在客戶的層面 當我們自己從一個客戶的角度出發 覺得不公平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想將這件事打破 這個留言的第二部份 就提到JPAS事件 你們又是否同意 即是它將JPAS的加密貨幣 這件事 和英國的虛型銀行 電子銀行的發展 去做一個這麼搞笑的類比呢 你問這個問題 的確不能夠對等 即是我們做銀行 不過的確 網上的騙案是很多下的 英國也是無其不由的 這裡的scan 或者flock 都很多 所以在特別網上的世界 要很小心 我們作為英國數碼銀行 都面對這個挑戰 我們不是有一個實體分行 對於很多 有些朋友來說 他會覺得有實體分行 會有個大一點的信心 我覺得有兩件事 就是存款保障 相信就是英國的制度 存款保障 是一個最確實 去給予存戶的保護 另一件事就是牌照 我們在UK 受著FCA和PRA的監管 也可以在Band of England的網站 找到IFAS Global Bank的磁牌紀錄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重要 有觀眾說熱切期待 你們推出全球通用多種貨幣的debit card debit card什麼時候有呢? 這個好問題 debit card我們每天都問自己 什麼時候有 即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這樣去做 有沒有什麼time frame 我預計是今年的 即是 怎麼都今年會出到一張卡 這個也是我們的 calling 我們講的訊息 所以 有沒有什麼挑戰 或者遇到困難? 我想最大的挑戰是來自牌照 因為對於發卡機構 當然現在你就是 一是用Visa 一是用Master 他們的要求也會看到你 有沒有那個payment license 對於IFAS過去來說 其實我們是由一個 叫做財富管理平台 之後收購了一個銀行 之後結合銀行之後 其實以往所謂的payment license 不是我們那個範疇之內 就變成現在我們去做發卡 我們就去拿那個payment license 當然作為銀行 那本身已經有到payment capability 所以就這裏相當簡單 但是 我們的藍圖其實是要擴展到全世界 所以就變成我們也是 逐步在不同的地方 去拿回當地payment的牌照 的確有挑戰因爲 因為有很多的法規 去當地的法規 我們要去做好研究 也都需要時間 那它逐步逐步來 不過我們暫時的進度都還好 有信心可以見到今年的target 有信心的 另一個網友也都說 其實他們都自己用過IFAS的service 但就覺得用戶體驗不太好 因為他說你們所提供的貨幣只有六種 那就沒有熱門的瑞士法郎 日元和澳納子 你們都可不可以更新一下 接下來你們會不會有什麼新的發展 對於貨幣的多餘化 都是我們每天去想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加到下一個貨幣呢 現在都是我們說六種的貨幣 其實都叫做主流的貨幣 特別是英鎊 美金、歐羅、港幣 我們其實是部署再加的貨幣 包括澳紙、日元 我們會隨著客人的feedback 去考慮一下我們加哪一種貨幣 所以我們都看到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去了亞洲兩個地方 做循匯演唱 因為回到我們的發源地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聽到很多不同的 business partner 都說澳洲紙或者yen紙 都是一個挺熱門 他們很想要的貨幣可以capable 所以我們都會考慮 我們現在在做這兩隻貨幣 當然了 都需要時間 我不可以說今天 我說要 part up 鍵就變出來 所以就好像你會電話 當你每次update 的時候 的version iPhone 都經歷了很多年 才去到現在最update 的version 我們也是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的確 我都要問是什麼時候有呢 Yen 先啦 Yen 多人用點 是不是便宜 因為現在 當然便宜 Yen 的話 我相信 應該會是最快 最快 希望我們可以在上半年 達到 我們已經按著 progress 和其他合作的party 去磋商 那澳洲紙就要多一點時間 對 我們都還要 source 多不同的 partners 因為我們盡量都希望 在我們的層面 可以將客人的成本降到最低 因為其實有時候都是計算的 我們如果不理成本的高低 直接offer到 到後來 其實客人的損失的話 我們都不想的 還有我們做 叫做新增一個貨幣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 不只是想說 叫做純粹 ethics 轉換貨幣 做一個我們所謂settlement currency 通常核心就是一個 叫 clear ring 的功能 而意思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例如我是持有澳子的話 我 我傳去Iverscorpbank的時候 我想收的都是澳子 我想是保存我的澳子 我不做任何 ethics 我都是去hold住澳子 作為一個英國的銀行 我未必有能力可以 clear到澳元 或者日銀 但我會和中間行去一起合作 在這個部分 為何我們要花更多時間 原因就是 我們想做得更細緻 這個位置 還有真的要include 很多不同的party 在中間去協商這件事 是啊 通常是銀行間的協商 他說 試過拿幾萬元的港幣去做定期 但是set好之後 銀碼就是完全在自己的帳戶上消失了 怎樣按都按不出來 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我猜因為在我們的設計上 就是我們一個多元貨幣戶口 當做完定期的時候 其實你就去定期那個位置 就看到定期在那裡了 不過實際 實際我想如果他碰到的困難 是怎樣看清楚 是不是都可以和customer service的同事 溝通了解一下怎樣幫到他 如果一些客戶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可以的 其實因為我們的customer service 其實我們online 因為可以直接經我們的platform 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app也好 inapp也好 都可以做到一個live chat的一個功能 最簡單直接可以聯絡到我們的customer service 就是經過剛才那兩個渠道 甚至我們都可以安排到一些不同的language 包括了英文當然是 中文也可以的 如果你說真的怕打字太麻煩 也好 在一個chat room 都還可以要求我們的客戶 客戶服務 去launch一個audio call 直接用電話對話的形式 最方便可以處理得到 至於剛才這個問題 我相信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好的意見的反應 的確我們的version上面 在顯示上面 如果客戶真的同樣有這樣的疑問 我們可以吸收客戶的意見 在表達上面 或者是show的layer 就是那個interface上面 可以做得好些 其實我們很treasher這機會 如果是遇到 找不到顯示在哪裡 其實讓我知道contact的方法 我們過去也會手持一些 可能比較大年紀 但未必很懂得運用到app的時候 我們想做一些手持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feedback mechanism 我們覺得 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這樣設計完 人們看不到 會找不到按鈕 我們每次做app development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改個interface 最後這個問題 他都想知道更加出本方面的收費 他們覺得很繁複 要自己看熟收費的條款 其實我想這個是大家 作為一個消費者 或者銀行用家 需要做的就是 你每做一個投資決定 也好或者理財產品 你要去買到 都 supposed 應該要看到一些收費條款 譬如他說做TT方面 是不是都 supposed 會涉及一些收費呢 沒錯 基本上銀行間的國際匯款 或者我們叫做TT 簡稱 出款的銀行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 這樣的TT的收費 不單是我們銀行 就算是英國其他銀行 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世界各地其他銀行 都好 當你做一個TT的時候 都會有收費 不過如果客人 真的想 achieve 到一個免收費 或者免費的電匯服務 我反而就會建議我們的客人 去做一些 我們在International Transfer 那一頁的時候 有一個叫 cross currency 的TT服務 假設我戶口只有英鎊 我想把英鎊轉到香港的戶口 寄港幣出去 其實經由 cross currency 的 International Transfer 直接扣英鎊帳 我們這個整個動作 是不會有任何電匯收費 只是純粹是一個 ethics 買賣差價 可以幫到客戶省多一重的電匯費 另一個方法就是透過我們所謂的 transfer within iFast Group 這個就是 iFast 獨有 可以把你在英國的 iFast Gold Bank 和你在我們香港 新加坡 或者馬來西亞的 iFast 投資平台 去連結 例如現在有些朋友 可能定時會傳錢回香港 它有香港的投資戶口 和 iFast Gold Bank 連結之後 就可以用我們叫做 所謂的 bridge 的 service 免費可以轉賬回香港 然後再在香港 去再 withdraw 去其他銀行 去其他點用 但整個過程 我們不會收任何費用 但你要多開一個戶口 對啦 那就要有一個戶口 好 去到息率相關的問題 因為也有些朋友跟我們說 上個月入了錢 今個月就已經收到少少利息 那就是幾 unexpected 他形容是很開心的 如果收到戶期息 這個就是我們因為日計息 每月去派的 就算你可能未必是擺整個月 你都會收到利息 那你說在我們定期產品方面 其實我們固有的就是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12個月的產品 在未來我們會加多些貨幣 不同的 currency 去有多些選擇 那可不可以比較一下 iFast 的息口 以及現在英國市面上 銀行的息口 會不會是 都跑贏其他銀行呢 Vancorp England 都有些新聞 他們沒有點名的 但會說每次加息 其他銀行都不跟著加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好100% 可視到整個息口的走勢 但是我們會看著 其實英倫銀行最新的方向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息口比較起來的話 傳統大銀行的話 的確他們可能有很多成本的考慮 所以他們在息口 給客人的控制上面 可能會拿捏得比較緊 但是我們有個最大的優勢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分行的考慮 我們沒有過往的 legacy 我們不需要說 我們要保持住一間分行 店租是多少 分行的人腳是多少 成本是多少 反而我們是把這個優勢 直接給客人 當是一個優勢 相對來說 息口就可以提供得更加高 另外有網友也提到 你們的rebay計劃 只有5磅好像少了些 是否有機會review一下呢 收到 接下來我們就由 Give me 5 變成Give me 10 因應我們 接下來的4月24日 就是我們 Personal Banking Team 成立的一周年 我們都希望 可以做多一些rebay 給我們的客人 我們會加上一個double up 由5磅變成10磅 在4月24日起計 兩個星期 只要客人 申請我們的戶口 再符合我們之前 條件無變 維持三個月 每個月 平均的結余是500磅 那就已經可以 拿到這10磅的優惠 所以 客人的意見 我們是聽得到 亦都會 亦都會跟著 take action 除了網友 有很多疑問之外 亦都有很多網友留言 覺得你們的異英故事很例子 亦都是 覺得香港人很厲害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都有一個這麼好的發展 再加上就是iFast 他們的服務 真的很好 很到位 所以 在這個時候 你們有沒有什麼 跟網友說呢 感動 每一個留言 都有去看 很大的鼓舞 我們也是普通人 不是什麼新鮮浪白皮 都是一個異英的身份 過到來 不過我們想去開創一個新的嘗試 亦都去想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可以做到我們想去做的事情 做到一些改變 亦都我們覺得是挺好的嘗試 有大家的共鳴就更加開心 嗯 嗯 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相信 都是跟大家一樣 一個打工仔 來到的時候 只不過剛好 我們很幸運 可以做到這個行業 又剛好 又可以得到大家的共鳴和支持 真是一個慶幸 好 那相信大家 對於你們兩個 還有iFast Global Bank 都知道多少少 所以在這裡 我們都要再建議一下大家 就是 無論在開戶口 或者做任何的理財決定之前 都謹慎地去考慮 今集Fort Mike 到這裡了 拜拜 拜拜 我要澄清我不是Banker 因為我和大家都是一樣 都是一個 出來社會做一段時間的人 只不過我做的行業是銀行 我沒有想到自己 會被稱呼為Banker 那麼高尚 因為可能在很多人眼中 Banker很高尚 賺大錢 我要做Investment Bank 我才可以稱自己為Investment Banker 我才是Banker 或者我一定要在大班 我至少到Senior Management Grade 我才可以叫自己Banker 只要在銀行裏面做 我會說自己是銀行從業員 我只不過沒有一個很適合的詞 去形容做銀行的人 因為其實每一天我們都好像在想 在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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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想如何搓麵粉 整個麵包 整個麵包 整個不同的形狀 如果用Banker 可能我覺得 有一個認同感好一點 填一些兒子的手冊 他會問你職業是甚麼 我爸爸媽媽 我填些甚麼好 即使我去旅行的時候 海關那份東西 他都會問你職業 去旅行 就算我自己填Banker 我自己都會覺得尷尬 難道我填Bank staff 沒有所謂 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打工仔 都是過來新開始拼搏 怎麼說 你繼續接吻 這麼多 你們都會看到 這個方法 看來自這個方法 你繼續貸品 或你是真正的 公共的地方 所以 你又是真正的 Banker 真Banker 但我也是appaint bank 變成真Banker 突然變成Banker 性格 買了CEO Banking